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视听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由千锋教育出现的外部网页设计课程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内容是 接着上节课所讲的一个内容 制作这个化妆品的官网 那首先呢我们看一下 这个尺寸呢 还有它的一个内容栏目区 我们都已经给它制作完成 新年化布也都已经新年完成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绘制它的导航 以及登录页面 那这个导航呢我们怎么去做 首先呢我们要结合我们上次所讲的一个内容 就是它的一个关键词 那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啊 你要抓住它的一个关键词 补水健康 干净柔美 趣味白不美滋润 然后呢去给它做这个颜色的一个设计 那这是做什么样的一个颜色呢 我们看一下 首先它的logo呢就是深蓝色的海洋的一个色系 对吧 那我们也可以结合这个logo去定它的一个色系 首先呢它的导航的高度呢给到我们了 是40像素 我们可以用这个矩形去绘制 如果说你让它显得圆润一些 你也可以用圆角矩形都可以 导航的表现形式是不限的 然后方便用户浏览 跟它整体的一个网站的风格相搭配就可以了 首先呢我们改一下它的高度 高度呢是40像素 好 我点击一下确定 确定完成以后呢我们就可以以logo 确定它的一个色系 我们可以吸取它的一个logo颜色 然后点击一下确定 当我们确定完成以后 我们看一下 Ctrl T 然后呢我给它拉的长一些 好 然后这个导航呢 它的这个平旗 我们可以以logo对旗的形式 确定来做 点击一下确定 然后logo的这个图层呢 我们可以适当的稍微往下一点 我们就以这种形式 好 那现在呢这个呢我就做好了 当然了导航你也可以用通蓝的导航 都是可以的 根据自己的一个设计就可以了 它可以随心所欲的设计 所以说它表现的形式 各式各样的都是有的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单击一下 然后高度还是给它来一个40像素 好 然后我们Ctrl T 给它变得稍微短一些 好 我给它放到这个下边的这个位置 然后为了凸显柔美白不美趣味性 我们可以给它改变于一个女性常用的颜色 比如说粉色呀紫色呀 都是可以的 你可以任意地去搭配设系 搭配它的一个颜色 好 这个颜色比如说我就先搭配 暂定为这种颜色 好 我点击一下确定 确定完以后哈 我们接下来呢 可以选中这个对象 我们可以适当地给它改的宽一些 改的宽完以后啊 然后呢 我点击一下 小黑选中这个对象 我找到它的一个基本属性 它的基本属性呢 在我们的窗口里边 窗口里边有个属性 我们可以去给它调出 然后把它的圆角的半径呢 可以适当地给它改大一些 改大完以后 我们就给它放到这个合适的位置 Ctrl加左扩的号呢 我们给它后移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它的文字啊 给它粘贴进来 为什么我要给它化成两栏 因为你看一下哈 它的功能性的拓扑图 有首页关于我们 关于我们里边 鼠标滑过的时候 它有三级页面 所以说呢 你也要给它表现出来 Ctrl C复制 当我们复制完以后 我们点击一下文字工具T 好 单击一下 Ctrl V3D Ctrl A全选 然后呢 我们可以改变一下它的字体 字体呢 我们可以给它来一个词词号的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字间距 行间距 字间距呢 我们给它为零 行间距呢 我们先随便任意调整一个 因为它没有行间距 对不对 好 现在呢 我们点击一下 确定 Ctrl加Enter键 确定一下 确定完成以后啊 就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 三级页面 我们可以Ctrl X 减切一下 减切完以后 我们来到这儿 单击Ctrl V3D Ctrl A全选 它的字体的颜色呢 我们可以给一个白色的 Ctrl加Enter键 确定 当我们确定完成以后啊 这里 我们就开始 去给它 搁到一行上面 明白了吧 好 这里呢 我们就给它删除 这都是属于它的三级页面 三级页面呢 我们表现一个就可以了 交互样式 表现一个就行了 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把这里 都给它 往上去放 对吧 好 现在呢 我们需要去给它 把它之间的一个间距啊 给它打一下 好 然后接下来 它的颜色哈 我们Ctrl A全选 它的颜色呢 我们一样也给一个白色 好 然后接下来 我给它拖到这个 上方的位置 Ctrl Shift加右中够 好 我们给它移到顶层上去 移动到顶层以后哈 我们接下来 开始改它的一个字体 字体的话哈 在我们网页当中 常规的一个字体呢 我们一般用的是 微软雅黑 以及送体 还有方正蓝亭黑简 这个字体用的多一些 好 还有这个 呃 呃 这个 其他的方方正正的字体啊 呃 我们也可以选为 去用它 啊 也可以选择去用它啊 所以说这个字体呢 呃 根据情况 呃 常用的一些字体呢 就是 微软雅黑 方正蓝天黑简 啊 包括我们的这个 送体 送体的话啊 相对来说呢 呃 它这个字体呢 是比较 呃 这个送体这个字体啊 它这个字体比较细 所以说 你可以适当地去 给它加出一下 工作当中 但是这个呢 作为女性的 对吧 化妆品呢 所以说我们用一个细点的字体 那这个字体 我们用什么样的字体 比如就用方正蓝天黑简 这个字体就可以 好 Ctrl加Enter键 确定 这个呢 我们也可以选为 方正蓝天黑简 这个字体 那你后期的话 你学这个UI的话 还有一个苹果减黑的 一个字体 呃 也可以去用 好 现在呢 我们可以给它打一下空格 中间的空格呢 最好是均等一下啊 我们Ctrl C复制 复制完 Ctrl V粘贴 然后再Ctrl V粘贴 呃 然后呢 我们再Ctrl V粘贴 好 Ctrl V粘贴 Ctrl V粘贴 现在呢 我们都已经做完了 是吧 现在啊 就这样的一个效果 已经做好了 当我们做完以后啊 比如说 鼠标滑过的时候 滑过关于我们的时候 它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啊 啊 那我们接下来 要去给它画一下 鼠标滑过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选为 这个蓝色的 然后呢 我们用这个合并形状 给它画到这个 合并形状的 这个效果就行了 我画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用小黑呢 选中了 啊 给它移动一下位置 也就是说 鼠标滑过的时候啊 它就是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我们看一下 多出一块 对吧 然后下面呢 出现下边的这个文字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比如说 你鼠标滑到下面的时候 这边呢 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滑到上面的 这下边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 什么样的颜色 给它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效果呀 好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 什么样的效果呢 好 那接下来 首先 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这个字体啊 是英文的 我们可以给它改 我看一下 方正蓝天黑点的字体啊 也是可以的 好 给它统一一下 好 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文字呢 比如说鼠标滑过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去给它 加一个 下滑线 然后这里 比如说鼠标滑过的时候 它有一个下滑线的效果 好 现在咱看一看啊 就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做完以后啊 我们可以去给它进行编组 当然这个下滑线呢 你也可以进行取消 然后手动的去做 咱看一看啊 这个里边 有一个直线工具 直线工具的话啊 我们也可以去画 那这个呢 你画多少 然后画一像素也行 对不对 然后比如说 鼠标滑到这个 产品故事的时候 品牌故事的时候 它是有白色的下滑线 对不对 这也是一种交互样式 当然这个下滑线呢 你也可以用这个下滑线 那你说感觉这个效果 不是特别好 你可以 而锐意地去表现它 比如说你画一个小三角啊 然后画一个小圆啊 都是可以的 小三角一般都是 选用那种叠加的那种效果 叠的那种效果啊 当然这种效果也是可以的 表现形式不限啊 这种这个里边表现形式是不限的 所以说你可以任意地去做它 好 然后你这个里边啊 可以任意地去做 任意地去设计 好 然后我们这里呢 就给它以加这个下滑线的 为基准 好 这个我们就做完了 做完以后啊 我们接下来 比如说 你这个里边要不要有一些装饰啊 它这里有分栏吗 有没有分栏 对不对 好 关于我们比如说它这个里边啊 有东西 你可以采用这种三角形的形式啊 去给它代替 对不对 给人的表现形式是 这个里边隐藏的还有东西 好 我们可以给它选为这种白色的 Ctrl Shift加右中括号啊 我给它移到顶层来 好 这是三角还是倒三角还是正三角 然后你改 你点这个三角的时候 它就下滑出来了 比如全蛋产品里边 它也有这个东西 然后呢 你也可以去加 对不对 最新动态里边有吗 有的话你也去加一下 都是可以加的 是不是 给人的感觉就是 它鼠标 你看就相当于我们这个组 工具组一样 它是一个工具组 经常的有东西 它都会这里有三角的一个形式 对不对 这个三角呢 你可以 不管你是倒三角也好 也是正三角也可以 就是你要去给它表现出来 那比如说我给它倒三角 垂直翻转一下 也是可以的 是不是 好 然后这个呢 我们就做好了 做完以后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它要不要去绘制一下搜索框 是吧 那搜索框你要去绘制的话 你还要再去做相应的一个更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相应的更改啊 那看一下啊 搜索框我们要画到导航上面呢 还是画到哪 如果说画到导航上面啊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要适当的 给它搜回来一点点 对不对 Ctrl加under点确定 确定完以后 我们可以把搜索框呢 放在这个位置 好 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选中这个多边形 这三个呢 我们可以CtrlE进行合并 然后点击一下移动工具啊 去给它稍微的移动一下位置 好 然后我们用小黑呢 选中这个对象 按用Shift的键 加选这个对象 然后去给它进行微调 好 再选这个对象 然后再去给它微调 对吧 好 现在呢 这些我们都编辑完了 编辑完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画搜索框 搜索框的话 我们接下来可以用这个 圆角矩形去绘制它 然后我现在呢 去绘制一个圆角矩形 绘制这个圆角矩形的时候啊 注意不要太宽 也不要太高 对不对 注意一下它的效果 你可以绘制偶数值 比如说18 然后呢 我给它一个白色的色块 然后它这里边呢 有这个文字啊 文字出现这个圆圈的话 它是属于区域性文字 然后出现这个路径的时候 它是属于路径性文字 所以说你出现这个矩形的时候 你再去打这个文字 好 然后呢 我们去给它写上搜索 搜索这个字呢 我们给它一个什么样的颜色 我们可以给一个浅灰色 而这个字体呢 也是非常讲究的 这个字体呢 我们选用什么样的字体 我们选用送体 不加粗 无样式 这样的一个字体 好 现在呢 我们就给一个送体 送体不要加粗啊 而且这里呢 一定是无样式的 好 它的字号呢 是多大的 我们给它一个12号的就可以了 全桌加Enter键确定 然后点击一下 移动工具 给它移动到这个合适的位置 好 就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啊 就这样的 看到了没有 然后做完以后呢 我们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自定义形状 自定义形状里边啊 这里有一个放大镜 我们可以选中它以后啊 然后呢 给它EnterShift键 然后拖拉 这个就出来了 然后它的颜色呢 我们给它统一一下啊 还是这种灰色 统一一下啊 就是我们奥特加Delete键填充 用同一个灰 那同一个灰太灰了 是不是啊 效果不是特别好 对不对 你可以再给它改一下 没关系的 奥特加Delete键填充 好了 现在呢 我们百分百说放一下啊 看一看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个呢 我们就已经做完了 做完以后啊 比如说你在工作当中啊 比如说你这个有注册呀 登录啊 这个效果 那你怎么去做呀 注册登录的话 怎么去做 你也可以画这个白色的 比如说 我可以去画这个白色的这个 比如说这是注册 然后这是登录啊 什么的 是不是 然后给它一个白色的 这是注册 这是登录 当然了你也可以去给它 省略 比如说我现在 我直接在这单记一下 打文字 好 现在我就打这个文字啊 打完以后啊 我就开始去 给它写上去 注册 然后呢 登录 好 现在呢 我们啃出A全选 这个字体呢 还是送品42号 无恙式 不加粗 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画网页当中 常规的一个文字规范 明白了吧 好 那这个字体啊 我们选用什么样的字体 就是这个送体 无恙式 不加粗的 好 现在呢 我们给它放到这个合适的位置 比如说放到合适的位置啊 你放到哪个位置合适呢 看一下 然后它的颜色呢 选用什么样的颜色呀 呃 我们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 你logo定色系 这样的颜色 还可以 是不是 那我们就给它这样的颜色 我们给它200%放大一些 然后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选为啊 给它中间加一根线 对不对 然后这根线是什么颜色 我们这根线呢 还是选用蓝色的 这种效果 好 你看这个呢 我们就做完了 你看接下来啊 咱看一看 咱们的导航呢 就已经绘制完成了 对不对 我们导航绘制完成以后啊 它的表现形式是不限的 呃 主要是呢 嗯 跟你整体所绘制的 这个 呃 它的一个风格要一致 啊 导航的位置要明确 还有就是它导航的层级 交互样式呢 你要表现清楚 你看我这个层级啊 呃 比如说 它这个里边啊 只有首页里边没有这个对象 它其他的都有 都有这个三级页面 那你要是让它表现得更清楚一些 我建议你呢 你就把这个三角形啊 呃 你找到它的这个图层 先点移动工具 找到它的图层 然后用小黑啊 选中它以后 你都需要去给它复制一下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它每一个里边都有什么呀 每一个里边它都有这个 呃 都有隐藏的这个效果 是不是啊 你要给人家去讲解清楚 对不对 好 我们去微调一下啊 微调的 微调一下 好 现在呢 我们就已经做完了 做完以后呢 我们看一看 哪个地方不合适啊 然后我们需要 再去给它进行微调 对不对 再去进行微调的啊 好 选中以后 我们点移动工具啊 去微调一下 是不是 然后这个呢 我们就制作完了 制作完以后啊 鼠标滑过的时候呢 是什么样子的呀 然后 好了 鼠标滑过的时候 是这个样子的 好 我们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点下移动工具啊 这个稍微再往上 上一点 给它细一点 比较好看 是不是啊 好 这个呢 我们就做完了 做完以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去 给它进行编组 我们点移动工具 框选它所有的对象 Ctrl加哥呢 编组 起个名称 导航 那这个呢 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我们可以进行锁定一下 好了 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 接下来的同学 接下来的时间呢 同学们可以把这个导航呢 自己去设计一下 你设计的时候 可以按照我的设计方式 去设计 当然了 你也可以随心所欲的 然后自己尝试的 去画一下这个导航 好了 你在画导航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一下 跟你下面的这个内容 要不要 是不是要搭配的 什么的 所以说风格呢 要一致 好了 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 如果说你想进一步的 快速的提升自己的话 欢迎大家呢 加入千锋UI的学习营的群 609806985 609806985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